你在写什么 华婉思不放心金飞瑶 特意跑到了奈叶桥上看看 却发现他在一块玉检上写着东西 黑色的灵力如丝般飘在了手指上飘动 他用神识写成字注入到了玉检之中 金飞瑶头也不抬的应道 世道今有个专门给我的任务 说是万首山庄在找那天专门载了他们山后房子的人 给的价格特别的高 所以我就接了这个任务 接的是考虑写什么进去 总不能把我自己在落圈神迹的事情包上去吧 你把自己卖了呀写了些什么东西 华婉思愣了呢 想想这也是他干出来的事 便也不奇怪 没什么 你看这样可好 金飞瑶把手中的玉检递给他 让他参考一下这样写行不行 华婉思接过了玉检 把神识注入了进去 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脸色非常的怪异 一岁时抢堂兄的糖果 两岁时翻桌子摔了个狗吃屎 三岁在堂妹的衣服里面放小舌 现在恋须后期修为 居无定所 和天顶神界的柳基同桌吃过饭 他抬起头一脸茫然的问道 这是谁 我呀 金飞瑶不解的说 上面说恋须后期 那是润笔 那前面一到十五岁呢 这是详细 越详细听说越满意 我从一岁就开始写 想来没人比我更详细了 金飞瑶呵呵一笑 对自己写的这个东西还是满意的 你这样谁看呢 不是假的就是无聊的东西 小时候的事谁管你 肯定没有人会买 而且这是世道经的任务 你买假消息 这样也行 话满思无语的看着他 竟然想上交假的东西 怕别人找上门来 还说自己是恋须后期的修为 世道经肯定会看一遍 这种东西如何的假 谁会砸牌子 金飞瑶垂着眼 很不爽的问道 那你说怎么写 不能一五一十全写出来吧 我又不是傻子 嗯 我们俩好好商量一下 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样可不行 话满思也在桥上坐下 开始给他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最后 在两人的商议下 完成任务的内容就写好了 只有短短几行字 也不知能不能通过 把内容用神识写到点试排中后 金飞瑶就等着世道经的答法 目光便盯着下方的蚂蚁群 寻找着黑水蚁 远在机关城的不自省 终于收到了金飞瑶上交的任务 本以为第二个任务他不会接呢 但是没想到竟然接了 还只用了几个时辰 就把内容发了过来 他把情报拿出来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几句话 金飞瑶女 滔铁 为救助去而来 化神奇修为 危险 非常危险 盯着后面的危险 非常危险两句话 不自省弄了半天 最后也不做修改 直接让人把此消息发给了黄雨凉 想了想 他开始在任务里面翻找起来 滔铁好像毛很多 很适合一个任务 来了 金飞瑶和画板司只等了一会儿 半个时辰都没有 点试排就亮了起来 他赶快拿起来一看 任务竟然完成了 世道经把那几句话 弄上去交了差 金飞瑶冲着画板司一笑 太好了 这样就混到两个任务了 而且还弄到了 圆金石和好多宝贝 等我把这些黑水蚁捉够 就去刘盘山神界 换回圆金石 本名法宝就又回来了 嗯 那你忙着 我先回去了 画板司站起身来拍拍挥 朝他摆摆手 就转身走呢 不要啊 这些蚂蚁太小了 你帮我一起找吧 金飞瑶看他要走 赶快想喊住他来帮忙 但是画板司却摇头 借口画夫人 要给胖子画衣服的样式 先回去了 帮不了他的忙 金飞瑶狠狠地诅咒了几句 没人干就自己干 不就是捉几只蚂蚁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还真是不好干 黑水椅只有花生般大小 尤其是和其他颜色的蚂蚁混在了一起 更加的让人看不清 找起来特别的麻烦 他几乎啊 做不了其他的事 坐在耐叶桥上 就十几天 才捉到了五只黑水椅 他都要怀疑了 自己在百年之内 能不能捉到一万只黑水椅 别人是望夫食 自己都快变成望乙食了 又过了一个月 耐叶桥来了个不速之客 不自由竟然来到了这里 看着百无聊赖 坐在耐叶桥上的金飞摇 在桥上都呆得面无表情了 而在他的身旁有个琉璃瓶 里面有十几只黑水椅 你坐在桥上干嘛 不自由得了不自省的命令 就直奔落泉临界来找金飞摇了 却没想到他坐在了耐叶桥上 打发时间 金飞摇回头看了他一眼 懒洋洋的应道 捉黑水椅 龙大人让我捉一万只 然后去刘盘山 万元金石 他不是找你包年了 难道你不知道 我给他提供的是你的情报 又不是找他要他的情报 而且他闭关哑上去了 暂时几十年都不可能看到人 不过捉黑水椅 我倒是知道 只是没想到你竟然还没捉完 不自由蹲到了桥上 拿起了琉璃瓶看起来 哦 病关养伤啊 肯定又是抢别人东西去了 活该被打伤 自找苦吃 让他叫我捉蚂蚁 金飞摇眼皮都没抬一下 这落泉神界太阳太大 人整天坐在这里善 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听到这样的消息 他也打不起一丝精神 这里太阳有够大的 你也不撑把伞 不自由抬头看看天空 然后冲着他笑道 不是抢东西 他帮妖族灭了日月门的一个重要据点 那是个伪装成伞仙的据点 比较靠近妖族刚刚抢下的地盘 位置非常的重要 本来妖族是同他合作 从柳基身上取得玄武和三千妖兵的 然后用这股力量做破城用的 但是听说呀 妖兵出问题不能使用 他就亲自上了 是吗 真是个好人哪 金飞瑶打着哈欠 懒洋洋的硬道 从地图上消失了 五万多人一个也没逃掉 不自由呵呵叫道 金飞瑶斜眼看了看他 五万多人一人也没逃掉 真是有够厉害的 这么大的手笔 也不怕查出来是他们干的 一个都没逃出去 怎么查 不自由放下了琉璃平问道 你捉够了没有 捉够了就同我走一趟 下了新任务 叫你同我一起去 金飞瑶眨眨眼睛看着他 现在他有了原惊石 对于别的要跑来跑去的任务 不太感兴趣 没 要捉一万只 你舅舅说的 那你捉了几只了 不自由蹲了蹲 便问道 随手一指旁边的琉璃平 金飞瑶无奈的说 就那十几只 所以我不能陪你去 你自己去吧 去什么去 这里虽然热 但是坐在这里 趁着捉蚂蚁打个座 好像还不错 修炼 捉仪 两不耽误 我不想出去 尤其是跟不自由 还有天际珠 只要有危险 一缩就不见了 到时候只剩下 我在外面顶着 很不公平的 你真是笨啊 才捉了十几只 不自由还以为 这是一个来时辰捉的 没想到竟然是 一个来月的 真不知道他在这里 浪费时间干什么了 本来还懒洋洋的金飞瑶 突然来了精神 眉头一条说道 那你来吧 要是今天能够捉到 一万只黑水蚁 我就陪你去做任务 这么容易的事 不自由下了桥 走到了七彩河边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蚂蚁 拿出了一个小罐子 金飞瑶好奇地站起身来 瞧他要做什么 能一天之内 就捉到了一万只黑水蚁 然后他就见不自由 把小罐子打开 从里面倒出了些 金黄色浓厚的液体在沙上 那些液体顺着沙子 就缓缓地流进了蚂蚁群中 只见周围的蚂蚁 瞬间就闪开 露出了一条路来 好像这些东西啊 是什么有毒的东西 金飞瑶看着那些 金黄色的液体 总觉得特别的眼熟 于是就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啊 天蓝蜂蜜 不自由在旁边坐下 一副要守很长时间的样子 蜂蜜啊 金飞瑶眉头皱了皱 竟然只是蜂蜜 而且不自由 为什么要带这东西过来 这么好心 专门来给我捉水晶椅的 这天蓝蜂蜜才倒下去一刻钟 就看到了一只黑水椅 从蚂蚁群里面走了出来 直接趴在了马蜂中 随后一只又一只 一个时辰左右 好似从沙下钻出来办 黑水椅一只只的出现 爬上了天蓝蜂蜜上 使劲的吃着蜜 而其他的蚂蚁 却如临大笛般 根本不靠近蜂蜜 好了 你先把这白来之收走吧 一会儿还有更多的黑水椅会过来 不自由轻松自如的指着地上的黑水椅 抬头冲站在桥上的金飞耀讲道 竟然只是蜂蜜 用这种东西就可以把黑水椅给引过来 难道这黑水椅不是什么珍贵之物吗 金飞耀很不爽 觉得被黑水椅给爽了 不过这白捡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所以他还是下了桥 开始往琉璃瓶里面捉黑水椅 边捉他还边嘴咸的问道 这黑水椅有什么用处啊 数量还这么少 都藏在蚂蚁裙里面 嗯 你不知道 这是泡壮阳酒用的 给那些双修的人喝 可是有天大的好处 不自由冲着他就笑起来 金飞耀的手顿了一下 真的被耍了 什么 还要把这个妖族送到流盘山 有没有搞错 这么多事 不自由看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 在小福岛的水上面泡着 一个在使劲的翻腾 一个满脸冷酷的靠着边 泡着水 非常的无语 盯着胖子和猪鹊看了看 不自由戳了戳金飞耀 小声的问道 这两个真的不是你生的 你脑子有问题啊 我和谁去生 而且那两头都不是正常的人 我还能生枝青蛙和鸡 出来不长 金飞耀盯着他 只觉得不自由疯了吧 不自由 然后拿到原金石 先把本命法宝给练出来 才能和你一起去 本命法宝 用不着这个 这次去不是打架的 是有好事 等事情办完了 你再去练法宝 不影响的 不自由一听 还要练本命法宝 谁能等这么久啊 好事 金飞耀不敢置信的瞧着他 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竟然还有好事 自己活了快六百来年 从来没有在男人身上得过好事 现在不自由竟然说有任务是好事 不会其实是更危险的事吧 瞧他满脸不信的样子 不自由很肯定的讲道 真的不用打架 我骗你干什么 而且还有好多好吃的 你保证喜欢 事情太反常 肯定有问题 八成是那种九四一生的事 所以你才哄着我去 这太不合常理了 自己都答应要去了 怎么还要这样哄着 哎 不要疑神疑鬼的了 反正你都要去 又不是我这样 一说你就不去了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帮你做了黑水爷就和我去的 被他盯着发毛 不自由皱着眉 眉好气的说 好鬼呀 带着满腹的不解 金飞耀收拾了一下小福岛 把胖子朱雀也给提了出来 最后带上画板丝和不自由 把飞毯挤得满满当当的 向刘盘山神迹而去 看着都不能躺平的飞毯 金飞耀只觉得 这些人实在是太懒了 全挤在了这里干什么呀 突然他记起了 自己捞了不少的法宝 不如弄几个出来 给胖子和画板丝 让他们自己去外面飞算了 朱雀就不用给 让他毁妖族自己弄去 在乾坤袋里面翻了一会儿 他找出了几件中下品的法宝 要给胖子和画板丝 但是两人都摇头不肯要 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 有现成的飞毯不做 吃多了才会自己飞去 这把胖子给气坏了 白宋法宝竟然还被人给嫌弃 要是别的修士 得高兴成什么样 刘盘山神界有点远 妖族所在的神界都是刚强盗的 全是边缘人烟稀少的地方 所以这次金飞瑶他们飞了两个来月 才赶到这里 远远的就看到了巨大的刘盘山神界 松立在了云中 从山顶挂了十几条 荧光闪闪的瀑布下来 在阳光照射下 闪闪发亮 不过金飞瑶犹豫了一下 看着那刘盘山神界 忍不住讲道 这刘盘山神界 怎么长得如此奇怪 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 像盘起来的大便 布自游在一旁很应景的说 说得对 真的好像啊 金飞瑶一拍手恍然大悟 怪不得总觉得像什么东西 这不就是一团 下宽上小顶尖的粪便吗 一层一层非常的像 山上有树有花有草 还有房子 看起来非常的搞笑 金飞瑶嘿嘿嘿的笑着 要是我 早就把这山给削掉了 怎么也得弄得好看点 这真是恶心痛了 妖族就算是不挑剔 也得弄得正常一些吧 朱雀 你来过这里吗 朱雀看着眼前的刘盘山神界 突然觉得有些没有面子 这神界真的太让人烦躁了 听到金飞瑶问他 他摇头很不爽的应道 没来过 我之前不想回妖族 跑到这里也不是自讨苦吃 再说了 这里以前又不是妖族所在的地方 只不过是从人族手里抢过来的 要说品位问题的话 应该是以前住在这里的人族太没品位了 你倒很关心妖族的事 我们赶快过去吧 拿了元金石 我还有事要办呢 终于可以把你送回去了 少一个小孩 就是多一份清风啊 金飞瑶也不管朱雀当时和灵阳谈的是什么 但是想到可以踢个人下飞毯就觉得很不错 在朱雀的白眼中啊 一行人飞到了流盘山附近 还没靠近就见流盘山上飞快的出现了一对人 气势汹汹的直奔他们而来 飞到面前就很凶的喝道 何人来闯我流盘山 人族就把命留下 魔族就报上名来 金飞瑶愣了一下 这是战山为王啊 就笑嘻嘻的一只猪雀说道 妖族呢 妖族 来的妖族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几人 四名人族一名妖族 而且被指的那个看起来像小孩的 根本就是人族啊 于是就喝道 胡说什么 他明明就是人族 没想到这名元英旗的妖族竟然认不出猪雀 金飞瑶顿时有些诧异的 看向了猪雀 猪雀脸色很阴霾 大少爷的脾气一下子就窜了上来 对这名妖族就骂道 你没长眼 看到本殿下竟然敢这么大声的说话 小心我让祭司把你的魂魄啊给抽出来 然后他才是下巴高的说道 把你们的祭司给我叫出来 你们这样的小角色还没有资格来接我 滚 妖族被他一骂弄得有些晕头了 想要发怒 但是瞧着这些人的修为就忍了人 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殿下 要是得罪了那群疯子可就麻烦了 他赶快守一招 把妖族赶快飞回流盘山去找祭司过来 金飞瑶咋咋嘴 眼珠一转看看朱雀就传音道 你是殿下 你不知道吗 有神兽真魂的人 在妖族就是被称为殿下 是专门的称呼 别的妖族都不能用 我们可是神兽 不是普通的妖兽 神兽都被叫做殿下 而妖族有身份实力的被称作为王 最受人尊重的便是陛下 朱雀面无表情的传音道 不可能啊 金飞瑶大吃一惊 多解的说 可和我打交道的妖族 知道我是套天的 都没有一个叫我殿下 而且还整天找我的麻烦 为什么 同样有真魂 你就能做殿下 而我就没人管 难道是因为 你是妖族养他的原因 你又没见过 打祭司的真魂祝福 当然没人叫你殿下 你被妖族找麻烦 肯定是因为你整天惹是神妃 得罪了妖族吧 更不要提 你是在人族里面长大的 并不是一直和妖族生活在一起 朱雀一点也不惊讶 为什么他的待遇会这么差 金飞瑶觉得太不公平了 自己根本没做什么祸害妖族的事 而且打开九重灵压阵的 是自己啊 不要说是殿下 做个陛下都完全没有问题 在金飞瑶的纠结下 刘盘山上又飞来了人 身上穿得花花绿绿的 手上同样拿着一根拳杖 和羚羊一样 是名祭司 看到来了祭司 朱雀突然晃了晃头 凤冠领毛从头上显出来 火光闪动 好像头上着火一般的站在那 眼神冷淡的看着来的祭司 祭司顿了一下 马上上前拜见道 见过朱雀殿下 不知道殿下前来有事远迎 请殿下不要见怪 我这就带殿下去见大祭司 说完 他的目光看下了金飞瑶他们 小心翼翼的问道 不知这几位是殿下的什么人 不自由意指金飞瑶笑道 我和你们的殿下没关系 我只是陪这位来这里的 而金飞瑶看着祭司 突然心生一念 头晃了晃 把陶贴的脚弄了出来 然后咧嘴笑道 我是陶贴 现在代表九妖王在外面直视 这次是受了魔族龙大人的意 前来送东西的 后面这些都是我的属相 祭司愣住了 这是多少个偷衔和势力 而且还是饕贴 身后有两名元英妻的奴隶 旁边还有兽神器的打手 虽然他的身上 没有真魂祝福过的痕迹 但是却有真魂在 这是还没有证明的殿下 兽神器的打手 如果在妖族里面 这已经是可以封王的人物 现在却给同样差不多修为的 饕贴做属相 这位很有来头 几位请 我马上带各位去见大祭司 他觉得这不是自己能够处理的事 就赶快把金飞瑶他们 迎到了流盘山上去 这位殿下 你说是受龙大人的义过来 不知有何事 这名祭司并不知道 他和林阳他们的交易 所以就小心地问道 金飞瑶却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冲着祭司就笑道 你叫我金殿下就行了 陛下 祭司疑惑地看着他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得过真魂祝福的真魂 连陛下这样的称谓都没有的 而金飞瑶笑得特别的诡异 慢腾腾地讲道 是的 因为我够这个格叫陛下 如果不是我 九重灵界压阵 还把所有的妖族 都隔绝在神级界外 神级界的妖兽也不可能都受神器 而这流盘山 也不会成为你们的地盘 你说 我难道不是陛下吗 画坝 祭司打惊